喂 你在哪 人在冰室 Hello 大家好 娜姐在這裡 歡迎大家來到人在冰室 是呀 是呀 大家好 我是阿里神 娜姐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今天講一下動物 動物好呀 我們都很喜歡動物 是啊 那你是不是小時候就開始喜歡動物呢 我覺得是呀 那你呢 我也是呀 我記得以前 經常在家附近都會去別人的報紙檔 玻璃圖 報紙檔 搞狗陣 去搞別人的狗呀 去摸牠們呀 跟牠們做朋友呀 你也知道後來 家裡都是不給養的 通常都是等長大一點 才可以養一下小鳥 再後來才可以養狗 你呢 那也不錯呀 因為呢 以我所知呢 就是大部分的香港小朋友呢 都是住在這些食事森林裡面 就是很少接觸動物 如果你這麼小就已經夠膽 這個店的狗呀 貓呀 貓呀的話 你真的注定喜歡這些 貓貓狗狗 我以前在家裡樓下呢 就見到一隻很可憐的貓仔 我把心不患呢 就用一個膠袋 放一隻貓進去 那我那時候 就是我打算拿回家 照顧牠 我那時候呢 很小的 只有幾歲 誰知道那隻貓會害怕的 那我回家裡呢 半路中途呢 就被那隻貓抓到我呢 整個手都是血 那你知道啦 之後我就不喜歡貓 我只是喜歡狗 哦 那我畢業 沒多久之後 就養了我第一隻狗 那我近年也有養小鳥 那你呢 哦 OK 哦 這樣啊 是啊 我現在 我又不知道牠會惹你 我打算你放在膠袋裡 應該牠觸不到你的 不是啊 因為我打算買菜 那樣呢 勒拾那個膠袋 讓牠不要走出來 怎知道我小時候 想不到牠會吐不了氣 牠害怕的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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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手都不吐了 哎呀 太恐怖了 又不敢跟媽媽說 當然啦 牠還不罵你 咦 怎麼鬼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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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呢 我去澳洲的時候 其實我帶了自己的狗去 嗯 我記得 不過呢 後來養了幾年之後 牠都老了 都要走了 那我就不再養了 不再養了 就不是因為不喜歡搞 反而呢 是因為太喜歡 所以 就要走的時候 其實 你自己也接受不了 是啊 是啊 這樣說起來都很眼濕濕 大哥 是啊 就是這樣 是啊 我完全理解 跟自己的寵物分開 無論是什麼原因都好 身離死別 rehome 都好像被刀插下去 比同條子分手 一刀插入你心 是啊 是啊 可能呢 因為你和我身邊的人 我開始喜歡貓 哦 是啊 嗯 我知道你過了幾年之後 阿娜姐你好像 有隻貓 說來聽聽為什麼 是啊 自從我的狗走了之後 其實我沒有打算再養任何動物 因為 真的很難接受 就是牠離開的時候 你知道那些貓 那些人都會放出去 那 有時會有些 旁邊的那些貓 都會走過來後院 後花園經過 嗯 嗯 他挺有趣的 走去 有隻貓走過來 我就跟牠玩 是 那 牠走來玩一下 玩一下 開始熟了一點 那 我知道其實牠是後面街 另外一個 鄰居的一隻貓 是 是 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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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去救那些狗回來 然後再把牠們 拿去RSPCA 或者是 其他收留狗的地方 然後找回牠的主人 或者是幫牠們找一個新家 那這隻貓呢 就是住在那裡的 嗯 那我懷疑牠呢 嗯 但是牠就不喜歡有狗 那 牠呢 因為經常都有不同的狗去 那不知道是不是欺負牠 那牠呢 就很喜歡 是的 走來我家那裡 那我跟牠玩 那玩了一陣呢 牠就熟了 是 那牠平時玩完 那晚上我都會 就是 放回去出去 等牠回家 是 那牠主人都知道 是 那後來呢 他就 反而夜晚 連夜晚都不肯走 就是我放了牠出去 牠在那裡敲門 都要進來 是啊 是啊 然後我又不讓牠進來 免得牠主人以為不見了牠 是啊 然後有一次 那牠主人呢 我跟牠主人聊天 那牠主人說 喂 那隻壞蛋 一早上一開門 馬上飆了出去 然後我說是 牠跑來我家嗎 是啊 那我們在那裡笑 他說 不如這樣吧 牠現在這樣 天天都跑來你那裡 你想不想讓牠 不如你要了牠 那我就 啊 這樣 算了 也好 大家有個緣分在那裡 唉 養了牠 這樣 真是很特別 你的故事 簡直是可以拍一個短片 很多人應該會有興趣看 真是很有緣分 是啊 牠拍都不走 我也很喜歡你隻貓 你知道嗎 嗯 是啊 你也見過牠 是啊 我去你那裡逗留幾天 是啊 因為時差 我很早起床 那你的貓就知道 喂 有人起床 那五六點早上 你也知道你的門 吵 會聽到 挺應聲 是 那在哪位 那大陸這麼早 原來你的主人叫我開門 我肚餓 搞笑 他來敲你門 我不知道 我以為牠只是踩上你胸口 然後坐著你的頭 不是 牠在外面 OK 我晚上 那陣子 他晚上在外面 他早上會回來 找東西吃 是 你還沒起床 OK 是 是啊 好可愛 我很難看 OK 我只記得你說牠踩著你 沒有所謂 牠想怎樣就怎樣 反正牠是我的主人 是啊 是啊 我記得 COVID lockdown 那一陣子 就是 紐西蘭那邊 政府規定 只可以出去逛逛做運動 連健身都不可以去 現在的時候 我一天走一小時 當時附近有很多貓 我跟牠做朋友 可以說是治療心靈其中一個環節 我每天都會想想 會不會看到這隻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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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慢慢慢慢跟著你 那隻貓 和別人附近的貓 我慢慢開始接受貓 OK 那也好 其實我以前都是喜歡狗 比較多 不是太喜歡貓 但是不是討厭牠 只不過是不習慣 習慣了狗的熱情 還有覺得貓很高鬥 很驕傲 好像不需要你 但是自從我養了一隻貓之後 我就覺得 其實那隻貓 其實每一隻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 有些是很癡人的 有些是 牠喜歡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搞牠 是啊 你搞牠 牠就咬你了 好像我 是啊 還有我以前 旁邊的鄰居 他有時候會帶子女過來我那邊 打過招呼 打過哈佬 那兩個兒女 就很喜歡搞我那隻貓 那兒子就聰明一點 那兒子知道 那隻貓不喜歡經常摸牠 牠摸兩下 那牠就不摸了 但是呢 那女孩子就小一點 那牠就不懂了 那牠就不斷 那牠就不斷摸 那牠就不斷摸 不斷摸 那我的貓呢 一看到牠進來 就立刻找地方躲 不想被牠碰 即是聰明 就算被牠碰 就算牠要摸牠 那我給牠摸一會兒 那牠也硬要摸 那隻貓其實已經是 抹大嘴唇 好像洗牠一樣 哈哈哈哈 他也是 是啊 他都不知道 他媽媽已經跟我說 不要再碰牠了 他已經不開心了 他也是要摸 所以摸到牠的手 很多傷痕 是啊 這樣 很多傷痕都要繼續來 是啊 他都繼續摸 我不知為何牠 雖然說小時候 但是 你痛 你也不會再摸 牠也是繼續等 那隻貓是這麼狂 狂摸牠 哇 很有一個的 patience 和耐性 我說的小孩 那我 你摸到牠的手損了 無謂 真的很痛 被牠們摸完 好像 你知道牠們 那時候我還未懂 跟牠剪指甲 牠一摸下來 好像猛鬼 街的爪 一角 皮開肉裂 就會發聲 流血 是啊 真的 很美 後來 剪了牠的手甲 就好很多 我記得 有一次 我想分享 一個 有少少搞笑的故事 給大家聽 我戴著耳機 出去散步 我在聽鬼故事 聽到很緊張 很緊張 突然間 有些東西 撞了我的腳 嚇到我 一聲叫了出來 他說 撞了你的鬼 聽到鬼故事 為什麼有東西 拔腳 原來是一隻 走失了的狗 看到有人 就衝過來 其實我真的見不到 牠衝過來我的腳 因為其實 我戴耳機 都是戴一邊 我不戴一邊 因為比較安全的問題 有人走過來 你也知道 但牠真的衝過來 我都不知道 牠站不住我的腳 然後我問 為什麼沒有人 知道牠走失了 然後我就 帶牠回家 然後就叫 召監司 來找人接回去 即是本地 那些 那些 負責那些 垃圾桶 那些地方 那些中心 等了三四個小時 就有人來接回牠 其實牠 就安全回家 因為在街上有車多 很危險 對嗎 是啊 是啊 我就想找個安定的地方 讓牠先留一留 看牠的樣子 都是被人照顧開的 否則牠不會走過來 揮你的腳 騎摸我的腳 大哥 是啊 如果牠是不喜歡人 牠是不會接近你 牠是喜歡人 真的走失的 真的很可愛 你說起 因為多車很危險 我試過開車 在車上見到一隻狗 自己一個人在走 一看就知道牠離家出走 是不是 停車 抓牠上車 看看牠的牌 什麼號碼 然後打電話給牠主人 讓牠們可以聚集 嗯嗯嗯 喂 今天趁今天講開動物 不如我們講一下 就是我都知道很多香港人或者亞洲人 都對澳洲的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 都比較清楚一點 或者略知一二 例如代鼠 樹熊 但紐西蘭的野生動物 或者動物 可能大家就沒有這麼熟識 那我們今天講一下 代表紐西蘭的動物 或者這個小鳥 叫做Kiwi Bird 是的 Kiwi Fruit 那個標籤上面 你都會見到Kiwi Bird 好的 在我們的銀仔上面 都會見到這隻小鳥 是 假如你是土生土長的 紐西蘭人 你都可以叫自己做Kiwi Kiwi是代表紐西蘭 例如很多出口的產品 例如奇異果 肉類 羊毛產品 奶類製品 都會見到Kiwi這隻小鳥的標籤 代表Made in New Zealand 這個就是 每個人 如果你來到紐西蘭 你都要知道 是 娜姐 你還有什麼動物 可以介紹給我們 聽聽 如果我們下次去澳洲 可以留意一下 好 除了最出名的代鼠樹熊 這些普遍的東西之外 其實 娜姐很喜歡一隻動物 叫Womber 它的中文名叫代熊 是一隻肥 圓滴滴滴 很有趣的 是 好像兵匙圓滴滴滴滴滴滴滴 但是它的樣子 不像袋鼠 不是尖口尖面的,是圓圆的 娜姐會盡量看安排 或者叫阿里神去找一個空間的樣子給大家看 或者是有影片上載給大家看 另外還有,很有趣 好像一個毛公仔一樣 但是圓圆的,很有趣 好像樹紅和啤啤紅一樣兩種 是的,你見過吧 是的 另外還有Possum,叫袋鯛 有點像老鼠 但它又不是袋鼠 另外一隻叫Echidna 整個背部都是有針的 好像那些叫什麼 即是背部是一支支的刺上來 箭住 是的,箭住 如果他們受到攻擊 或者是有危險的時候 他們就會捲过 然後就在地上滑滑滑滑滑 filmed 就是將自己麻生面路 她就不會把自己的印象 只是想令自己的背誌 好像一個針面 讓你們刺下去 可以傷害得到他們的本地 halls 你刺下去是好幾性的 那時我們狗呢 都在那一隻腳 搞這種形象 被它刺到,即是馬上彈開 它是一個防衛的功能 讓你弄不到它 另外還有鴨嘴獸 很多鳥,有蛇 太多了,實在不能盡錄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說 紐西蘭比較小,眼睛也是大 即是甚麼你都可以找到 今天我們都說了很多軍人動物 我很期待下一集我們繼續爆裂 如果聽到有甚麼想跟我們說的話 告訴我們留言 記得Like and Share 還有Subscribe 下次見 好嗎?娜姐 好 好 拜拜 拜拜